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这几年大家也能够发现古装剧似乎更容易成为爆款剧 而且也有多位演员通过古装剧走红 诚意就是这几年新进的古偶男神 两年前通过琉璃走红之后 一直到现在他的发展越来越好 随后诚意也陆续拍摄了多部古装剧 因为当时古装剧的造型比较出圈 所以他也想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 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大家都觉得对他的戏路很窄 似乎离开古装剧很难成功驾驭其他的角色 他最近通过他新剧的一些数据和热度 能够看出离开古偶诚意依旧能行 今年诚意有两部剧陆续和大家见面 分别是和杨子主演的陈湘如谢和静东 蔡文静合作主演的底线 这两部剧在播出的时候热度都很高 而且从整体的效果来看 一线的热度是不亚于沉香如谢的 近日有消息 一线这部剧在三台上新播放 而且诚意还解锁了月季度的热度最高角色 他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法官 而且是一位新人法官 他的角度也是很多年轻人 在看待很多社会基层和现实问题的角度 诚意饰演的周一安 作为一名新人法官难免会有一些冲动 甚至也曾有过怀疑 因为他的业务能力比较出众 所以很快成为了法官 或许是因为刚开始的职业规划都比较顺利 在工作中他一直都是斗志昂扬的 面对各种复杂的案件 他也能够调理清晰 在后半段的内容中 他也曾因为自己的一些错误判断而陷入怀疑 他认为法官的责任太大 或许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行为 就能够改变一个家庭 好在他迷茫的时候 身边还有一堆好朋友陪住他 陪他走出逆境 在剧中陈毅前期和后期的性格特点是发生了一些转变的 也正是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 陈毅的这个角色才显得更加饱满 更加真实 这部剧在播出的时候 热度一直都很高 而且是领跑同期播出的其他作品 在很多热度榜上都稳居第一 每一个单元案件也都引人深思 也是这两年热点的社会问题 这一类现实题材的作品对陈毅来说也是很关键的 这部剧的成功播出也能够证明诚意的 戏录是足够宽的 即使离开了古装剧 他依旧能够演绎好其他角色 对于演员来说 拓宽戏录真的是很重要的 当然 在与此同时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和剧本 不能为了拓宽戏录 证明自己而忙碌地去接各种各样的剧 在这个问题上 陈毅还是比较清醒的 目前来看他主演作品中的角色与他的事配度都非常高 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他的新剧播出都能够引发很多的讨论 另一方面 诚意对待角色的态度也很认真 目前他还有多部带播剧和大家见面 而且类型也都不一样 无论是诚意的事业粉还是颜值粉对他都是非常放心的 因为他一直都清醒地了解自己该做什么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